凌晨4點多 想弄得一片寂靜 就看到一名富人緩緩走過 突然在馬路旁看到一幅畫 以為沒有人的 歪下腰撿起來 裝進大塑膠袋裡 但其實這幅畫的作者 是藝人曲家瑞 噴了之後 因為味道很重 我就想說 那回到工作室再處理一些事情 不到10分鐘左右 我上來 那個畫就不見了 我這樣子拿的 然後那個人他是 整個盤子把它拖走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很緊張很著急 想了說 一定要在24小時 那裡來 對 做一個備案 畫完畫還替作品拍照留念 如今卻不翼而飛 看看這幅畫 是一幅粉彩畫 色彩繽紛 畫了曲家瑞8個小時才完成 沒想到噴了保護漆 凌晨放在路邊想晾乾 卻被拿走 而且這幅畫 光是價值就要8萬元 曲家瑞 很德國 真的嗎 很德國可憐 你這樣我多久沒有畫這個了嗎 我大學一年級 二年級 我沒有看過你這個路數 因為你畫你自己不是這種 在節目上展現自己對繪畫的常才 目前是實踐大學媒體傳達 設計系教授的曲家瑞 麻辣作風在演藝圈瞬間打響名氣 還出專輯 接拍戲劇 演藝事業如日中天 這圍心血點滴遭人拿走 曲家瑞坦言非常捨不得 相信對方不是故意的強調只想把畫找回來 如今監視器畫面曝光 疑似清潔婦人把畫給拿走 警方已經掌握對象 將要聯絡這名婦人 將要聯絡這名婦人 試著要把被剪走的畫給找回來 記者與家民流浪和您信謝 台北報導